停止收取手續費,但是對提現功能就開始收取手續費 邦家威文 這次調整的具體收費方案是每位用戶終身享受1000元免費提現額度 超出部分按銀行費率收取手續費 目前費率都是1.1%,每筆最少要收一紅紙 至於微信紅包,面對面收付款等功能就受影響免收手續費 微信方面表示,這次調整不是為了創收,而是用於支付銀行手續費 他說這次手續費的調整應該會持續一段時間 除非他們跟銀行的交涉有新的進展 他們能夠有所檢驗,而是下降的套路面會適時進行調整 雖然只是千分之一的手續費 不過有經常提現的市民就相當敏感 說會優先選擇其他支付方式 你獲得獲得,你要收的話,肯定人家就不想嘛 肯定現在消費者也願意用其他免費的方式 像銀行卡、支付寶,然後手機網銀 有市民就覺得這個世界會有免費午餐的 所以微信提現收手續費是遲早的事 前期積累一些市場商的資源 然後現在回收我覺得也是用行為吧 只要他的服務質量不減,我覺得就可以了 有老用戶就覺得 相比微信帶來的優惠和保障 千分之一的手續費 對一般用戶的影響幾乎可以分得不計的 我看到他收手續費是0.1% 可以接受 微信他一直就有優惠嘛 感覺好像安全一點 廣州電視記者在抗家外報道 然後再次回收手續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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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